你们吃也没有开卖 小店没有开卖 小店没有开卖 哈喽下午好 好 来欢迎大家收看 美逢拜三的五点半 表弟好主义现场烹饪节目 所以我们有一样了 Chef Dong 还有表弟 来下午好来帮我们like and share 谢谢大家 所以我们今天有两道菜 两道主食 有两个主食 一个是西汉炒乌龟钓 还有一个是 七夕锅饭 跟葡萄 葡萄 谢谢Coco 来帮我们like and share 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 今天的两个主食都是很劲爆 来帮我们分享 谢谢大家 七夕锅饭有谁不吃的 当时 葡萄有吃过吗 七夕锅饭我们有吃过啊 不是 喜欢吃葡萄的朋友有没有在这边 因为有些人他看到葡萄他会怕的啊 但是我们是喜欢吃葡萄 一定会有一半人不吃一半人吃的 有没有人喜欢吃葡萄的咧 来问一下 我只是要七夕锅饭可以吗 不要葡萄的 你不要葡萄 不是因为有很多人说哎我想吃葡萄 然后有些人说我想吃炒饭 然后有些人想说吃西式一点点 这样我们就三合一嘛 像那个葡萄就是有那个啊 我们的这马来人的风味又有又西式的啊 又有中国的啊 西中啊 马来人中国人跟西式的啊 很搭啊 就卖的比较贵一点点嘛 对不对 通常葡萄应该很贵一下 葡萄很贵真的很贵 尤其现在雨季啊葡萄更加贵 那边呢 那边整十块 这边要十块钱啊 这边要十块钱 大家你们葡萄一定要把它切一半哦 为什么呢 因为它里面会生虫的 所以一定要把它切开 那我觉得再碎一点可以 可以再碎啦 如果要碎的话 不要啦 它的价值就是这样子 如果我们今天有一百人 我就把它切碎一点点 哈哈哈 所以我们准备葡萄啊 你喜欢你喜欢吃 你就多准备一点啊 是的 所以我喜欢 哎 这个拿来炒什么 虾米辣 葡萄是可以利尿的 我们现在啊 又喜欢吃又懒惰做运动 但是又要健康对不对 所以怎样呢 吃食物里面 让它有营养哦 这里是包饭 然后直接放上去啊 包了饭 然后直接包下去 我发现到 Chef Dong的做法是 比较简单一点的 对 一包手这样的感觉 这个 这个是刚才我们这里的 包饭高手包的 包饭高手是哪一位 我们这里表弟这边有一个包饭高手 就是要这个牙包去包的 因为牙包包出来的饭它 比较分明嘛 然后等下我们炒的时候 也不用担心会粘 因为有些什么 会比较好吗 但是其实牙包出来的饭哦 它没有这么粘 你看啊 所以我们就是也懂了 炒饭一定要什么 粒粒分明嘛 ok i like but don't know how to cook 今天有一个做法 是创新的做法啦 创新创新 因为我那一天 其实是礼拜天啊 我在我岳母家吃这个 不带炒虾 然后加小 那个表弟的这个小米辣 一滩匙就够了 很鸡了 所以我今天呢 就要把它融入在这个炒饭里面 再放cheese 再去谷它 哦 是不是把它去升级啊 那50块卖到150块 所以今天有炒饭是代表华人啊 确实是代表西方啊 是是是 不带是代表马来 马来同胞的 当然如果你比较懒一点点 你不想去炒饭的话 直接炒这种不带啊 不要炒不带也是OK 那这个点我们就是要来炒一下 这个要哪里去炒一下 因为我们鸡西狗饭呢 一定要来炒一下 但是平常你吃那种 公式的鸡西狗饭 是不是 他们哦 那个炒饭哦 是只是炒鸡蛋而已 没有太香的味道 就是炒一点白饭 没有太香的味道 然后就是放一片猪肉在那边 然后放一点白酱啊 或者是我们的番茄酱 然后起司 没有这么好吃 没有这么好吃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是用这个鸡蛋炒这个猪肉 OK 我们有炒猪肉啊 猪肉醉 猪肉醉 这个自己刚才对了 所以比较大一点点 口感比较有 来继续分享啊 然后呢我们的虾 然后还有这个红萝卜 因为我不要用三色豆 因为有些人不喜欢吃绿豆啊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萝卜 我们有不带了吗 代表 有有不带了 所以我们有 我们有青色 我们有小米辣的红色 有这个 有这个白饭 是不是很棒 还有一个是 蒜米啊 是 所以你们分享一下啊 因为啊我们还没开始煮之前 来给他一千人好不好 来留手来 今天的创意 创意做法 加了不带了 创意料理啊 有没有人用不带炒过小米辣的 有的话告诉我 有啊这个应该是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OK 你们会 小米辣炒不带加虾 还是小米辣炒不带加这一个肉碎 还是你会加那个公鱼仔 两个都有 公鱼仔也是有 我加比较厉害点 三样东西的人 哈哈哈哈 比较厉害一加 看个人啊 因为我也是要了解一下 到底你们会加什么 那会比较多 OK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边呢 其实我可以直接开始 我准备一下小米辣 那时候我们有准备的材料是 就是开二啊 然后我们有虾仁 还有那个猪肉碎 螺果 还有一个蒜米 主角 主角小米辣 主角小米辣 啊 啊 啊 来 所以我们这一边呢 先 简单的炒一炒 先炒饭先 所以大家先炒一炒 因为我们等一下 我们要拿来狗的 所以我们要炒 表弟等一下会准备第二道啊 炒啊 归料啊 等一下你们要留手啊 炒归料 重头戏是下半场 你知道吗 我上半场只是纯粹是来吃饭而已 哈哈哈哈 没有人家很多东西写的 下半场才是最厉害的 为什么炒果条 是不是 表弟要炒果条 你要明白平常我们吃果条 只有辣跟酱油味 来 这里有粉丝讲啊 不带加虾 洋葱和姜衣仔 超好吃 是不是 没有 其实你 有些人会加比较多 他味道比较香 其实不用了 这个小米辣已经很给了 所以如果你没有洋葱也不用加 好像我们今天咯 我们也没有什么姜葱蒜的东西 我只是放一点点蒜头 爆一爆香 还是一个蒜米 蒜片这样子 我们华人还是要爆一下 比较开心嘛 热锅下油啊 今天这锅饭一定比较香的 为什么用这个铁锅 所以它会比较香 用传统的锅啊 传统的香比较我配嘛 对不对 家里有没有 买了没有 还没有买自己了解一下 ok 所以下午还好帮我们留手啊 请留手啊 以分享啊 谢谢大家 来平常炒饭你们会放什么调味料 酱油 酱油啦 胡椒粉 一点点的盐 这样子有些放鸡精粉 都可以看你个人的哈 可以看看看你个人的 因为我们今天有小米 那下面有味道 如果你觉得要浓一点点 你可以加一点鸡精粉 ok 所以我们在这边 炒饭要不要放鸡蛋呢 你们要不要放鸡蛋 炒饭 要 我喜欢鸡蛋 你们告诉我什么 我就下什么 是不是比较好一点点 哎 啊 你们要放什么都可以啊 ok 今天我用的是两杯米 所以炒饭的尽量呢 油多一点点 要要要 为什么呢 因为哦这样子你炒出来的饭呢 它是没有 没有这么粘 它比较分赏一点点 粒粒分明啊 粒粒分明 哎我要找一下 来千二人啊来 再给你嘛 千五人来 帮我分享出去一下好不好 来我放天 天贝啊 天贝啊 哦 厉害 这个 这个厉害 ok 我们两碗米啊 我相信鸡蛋哦 鸡蛋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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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可以去到三千人的啦 哈哈哈哈 我们看上去 有没有三千人 大家给力一下 给力啊 给力一点 给力一点 ok 所以我们现在呢 因为平常呢 你们炒鸡蛋都会怎样 过油嘛 对不对 我们现在不用过油 我们大概是炒一炒就好了 过油啊 就是大概炒一下鸡蛋就好了 ok 所以这个比较热 我们就下一点点 ok 因为我们的分量比较多 对 那里放多一点 有水啊 有水啊 要跑远一点 ok 我站远一点 你站远一点就好了 其实我火已经关小了 不用紧 我们只是这样子 简单过一下油 ok 为什么要过油呢 因为鸡蛋有那个炒青味啊 有些人他会觉得那个鸡蛋 你叫他炒青味啊 炒青味 我叫臭青味 臭青味 所以 因为鸡蛋有喜欢的人 就觉得他很香 我喜欢吃 所以你看我现在把它捞起来 我喜欢吃 然后我会请那些不爱吃的 我会比较敏感 对吗 这个鸡蛋哦 我不喜欢炒到太 烂烂的那种 有一点口感啊 有一点硬硬的那种 我是比较开心一点点的 哇 有本事建议你放鲍鱼 炒饭鸭鲍鱼 炒饭鲍鱼 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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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没听到你声音了 那天为什么你们没有来 还有表弟这边人山人海 你知道吗 还有烧肉可以吃 是不是很棒 OK 所以 来前五人啊 来我们前七人好不好 来慢慢上啊 人数慢慢上 来慢慢来 不带 大家给不带面子 不带至少要去到三千啊 哈哈哈 不带啊 不带要三千啊 OK好 我现在有虾 有猪肉 你觉得我要炒哪一个鲜 啊 这边的朋友 其实表弟讲啊 你可以炒快一点啊 我们很饿了啊 哈哈哈 猪肉鲜还是虾鲜 一群鲜先啊 一群鲜 炒猪肉鲜 炒猪肉啦 因为虾很容易熟嘛 那天去了 下一次 下一次来有机会啊 对 你注意表弟啊 他们有announcement啊 如果有什么event 你们可以做啊 每月份 我们再做一场啊 十月份啊 每个月做一场好不好 来我们放肉碎 倒炒一下 刚才煮虾米辣 炒pattai 虾鱼流 来 今天跟你一样菜啊 OK 如果你们想要表弟 十月再做一场的话 现在帮我分享多一次 在自己的paste就好了 对对对 不用去太远 表弟啊 如果有什么以外你们要参与啊 很多人建议你煮猪肉先啊 OK 猪肉先 OK 有些人是爆了那个蒜米 然后才放猪肉啊 对不对 但是像有些人会想说 哎呀我忘记翻了怎么办 翻下去咯 对不对 就翻下去咯 因为我们只是要那个香味 OK 其实如果是蒜米是要前面放先的 如果你习惯性前面放就前面放咯 好啊 来千千人呢 给他两千人那些 哎 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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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教那些 不会煮pattai的朋友煮pattai pattai 对 会煮的那些就 就不用了 再重复的学习啊 OK 再重复的学习这样子 OK 我们该不在他是有在那边炒一下啦 OK 好的 然后虾仁进去 我们把这些全部东西先把它炒到大概八分熟 来今天我们的分量是两碗饭啊 好久没有听到帅哥的声音啊 谢谢你的支持啊 来帮我分享啊 我跟你讲 两碗饭哦 啊 材料还多过他 哈哈哈 你找不到饭了我跟你讲 来口音叶很像沙拉叶人啊 是的 我是沙拉叶西部人 西部人咯 你很厉害咯 你一听就知道啊 OK 你这么厉害麻烦你 沙拉叶的人 帮我分享试试一下 他是Chef 懂吗 啊 OK 你分享试试还是一样的 哈哈哈哈 你一讲一次就好了 OKOK 一样的啦 我们现在呢把它这样子 把它放过来一点点 OK 把他放过来 等下来我们取出来不要炒太久啊 那些就是老 大家不要觉得麻烦 我没有洗锅 OK 我也是很懒惰的厨师 就不你啦 我觉得 我们都没有洗锅的哈 还可以再用的嘛 还可以再用的 只是我们把它分开了之后呢 炒比较漂亮一点点 继续留着 一百人就两千人啦 我们那个解麻老师要 三千人 三千人 我的不带要三千人 我的不带要三千人 快点 那他炒没有路啊 哈哈哈 不是 因为哦 这么美 这么好吃的东西 这么好愿的东西 我们一定要分享 不用洗啊 直接直接再用啊 我可以拿两颗蛋哦 可以 来 两三颗蛋都可以啦 加一些小冬也是很好吃啊 啊 突然间要去买小冬 怎么办 哈哈哈 所以我找一个网 在炒的厨师 什么链子书啊 等一下会秀给你看啊 什么东西 他叫Chef Dong 你的Facebook page 等一下会给啦 因为平常哦 我都会share我的page 但是我觉得哦 你们没有去follow我 我就不要share先了 我share不带先了 哈哈哈 所以我们准备蛋啊 所以我们选择三地蛋啊 来 在家里的朋友们哦 鸡蛋呢 你们要打在碗先 OK 有没有人懂为什么要打在碗先吗 因为怕那个蛋是臭的 是的 没有错 我有试过 但是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拿两个小碗啊 会比较好 要不然你三个下去哦 有一粒臭了怎么办 啊 你就浪费前面蛋了 就浪费你的青春了 OK 浪费你的青春 来很开心听到米奇的声音 来欢迎啊 好久不见啊 是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米奇样子不要出来 啊 他们就是要给他想一下他的声音 OK 热锅 来 下你的蛋 煎蛋大家都会啦 煎蛋你就会 煎蛋 啊啊啊啊啊 我直接按了蛋啊 OK 有点心痛的感觉 没有关系 你看我连打蛋都没有打 为什么呢 因为打蛋我们要洗多一个叉 对不对 打蛋我们要洗多一个叉 是不是 我们直接给他炒 因为我们要给他那个香味嘛 所以你看我刚才放了比较多的油 OK 来我们现在两千三成好不好 现在两千里啊 多两百 两千三成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炒 因为有很多人要什么 要我黑啊 是不是 其实你看 来要求太高 不太能力煮啊 大事啊 哈哈 来 我们就要把它简单变成不简单了 来白饭下去 来两粒白饭啊 我们是两碗饭来的 对 两盖的 其实看你个人的啦 你要多你就放多 你要少就放少啦 吃直接下去就好了 如果有隔夜饭也可以用隔夜饭啊 但是我们今天不是隔夜饭 我们是隔夜饭 为什么会有隔夜饭的情况呢 因为你饭煮的不好吃 饭煮的不好吃就有隔夜饭 因为妈妈煮太多了 也是哦 妈妈每次要煮太多了 你没有回家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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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一个成员没有回家吃饭 所以放多了 OK 所以我们这边这样子炒 我们还是下一点点的油 来再加油啊 再加油 OK 所以饭会吸油 所以等一下会比较香一点点 然后我们在这边呢 我们就开始饭调味料 好 OK 我们要拿那个 炒饭的原理啊 他的炒饭的原理 炒饭的原理 炒饭的原理 放那个鸡精粉 有味精就放味精啊 我在泰国帮你分享 来谢谢你 鸡精粉不用多 谢谢 鸡精粉不用多 一茶匙 一茶匙的鸡精粉 OK 一茶匙 鸡精粉一茶匙 一茶匙 一小茶匙就好了 一小茶匙的盐 我们拿他的味道而已 对 OK 胡椒粉少许 OK 胡椒粉也是差不多一茶匙 一茶匙 不用多了 鸡精粉一茶匙 盐一茶匙 胡椒粉一茶匙 是 所以呢 我们在这边呢 生抽 一汤匙 酱油 一汤匙啊 酱油一汤匙 它就上色了 OK 然后我们淋旁边 一汤匙的酱油 可以的 炒粉炒粉炒饭来 然后我们简单炒一炒 来两千炒饭来 我们继续留守啊 OK 你分享两千五好不好 啊 两千五啊 谢谢大家 OK 所以其实你看 我们的饭不用炒到太黑了 因为我们是 不是只是做炒饭 我们是要做鸡西骨饭 对 所以那个饭呢 一定要有点点白白 白白上色这样子 就可以了 来 我们现在要有这个 我们的传说中的 黄金炒饭 小米辣 OK 传说中的小米辣 直接放小米辣 来大家 那你觉得我要一汤匙还是两汤匙 打一还是打二 两汤匙 打一还是打二 打一还是打二 你们打上来 为什么呢 因为哦 看感情的 因为感情不是很好 我们就放汤匙 好朋友来了 我们就放了 表弟还没有表演了 表弟等一下就是他表演了 等一下就是他说了 OK 他准备好了 所以你放两汤匙 两汤匙 来我们直接放两汤匙的虾米辣 哇 这样子很好吃了 好已经 OK 然后呢 我现在呢 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把所有刚才我们的东西 夹进去 大家会不会很难 刚才我们已经有 鲜一下那个 葡萄吗 葡萄有差不多炒 哦 烧水了 已经忘记了是不是 哇很好吃哦 越多越好了 味道 味道已经出来了 是不是 然后 萝卜多一点点 给它多 我们这边是一条的萝卜 哇 萝卜也可以当饭吃 已经是 所以萝卜已经有完饭了 当你的小孩不吃蔬菜的时候 参在一起就是 你参在一起给它吃多一点点 你看 是不是颜色满满 很多人都叫你放两汤匙啊 对的 所以 我觉得你再放三汤匙都没有问题 是是是是 但是我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等下吃不够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再放上面 哇 已经很香了 大家小女啦 不只是来炒饭炒菜 还是可以来配菜 你看呢 有青有红啊 有黄啊 OK 为什么我今天做这道料理呢 因为有很多人 他 没有技术炒饭 来 这个带炒饭已经两千五了 还差五百人就三千了 对对对 两千去好不好 两千去 给力 大家 我不要康新一点 直接去到三千 我们才下一个步骤 本书讲 三千去点 压力不如两千去点 我们来个两千去点 然后再来三千啊 OK 慢慢为什么我们今天做这个动作呢 就是要让一些 不会炒不带炒饭的人 跟一些 平常在家没有什么 力气去炒大窝饭的人去做 所以你看是不是很简单 而且锅也不用洗 OK 好 关火 OK来我们师傅啊 关火 我的东西好了 我就是要做什么呢 放起司了啦 要放起司了 啊 我先稍微炒一下 你喜欢小米辣多了一点 你就放三三支啊 不是 为什么我小米辣没有放这么多 因为你在吃的时候 小米辣还可以来做点缀 所以你不用太over 就是上面要放一点 就是你在吃的时候 可能你再加 所以小米辣其实是万能的 因为味道已经调好了 你再加也不会加重你的味道 可以吗 OK吗大家 颜色over 一定要拿一个 这个每个人家一定会有一个的 来装那个 我来做什么 不是打包 不是打包 是来做鸡姿 来过来打包炒饭啊 过来拿来 过来拿这边的炒饭 过来拿 分享五次了 谢谢你 谢谢你 OK 好来这边 就是装到一个 不要太满啊 不要太满 因为我们还要放起司 还要放起司 我们没有汤心啊 我们没有汤心啊 我们今天会放的是 Parmesan Parmesan起司啊 就是 Mozala起司 Farmesan起司 两个啊 两个起司 我可以刚刚放Mozala也可以 你知道吗 嗯 但Mozala起司其实是OK的 Farmesan起司是给它颜色 来小孩子可以吃吗 它会辣吗 小米辣会辣啊 我的女儿都会吃 但是你如果说有小孩子的话 小米辣可能你不要放进去咯 你来追 分开放 你炒两叠啦 是不是 一个有放一个没有放 但是没有人想过 小孩子会吃Parmesan 如果孩子不吃Parmesan的话 你就分两叠啦 一个是有辣 一个有辣 一个有Parmesan 来大家 会辣 其实现在 如果怕辣的话 你就不要放小米辣啦 它一定会辣的 OK 这一个炒饭呢 加买小米辣 加买Parmesan 已经去卖到五十块了 我们现在教你 怎样卖到一百块好不好 好 来两千六了 还有一百的就两千七了 来 你现在留守啊 我们有那个炒鬼调 有喜欢吃cheese的人 帮忙分享一下哦 哎呦 这个很醉了哦 起司要满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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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是很健康的 现在变成 不会挑递了 没有了 其实最重要是什么呢 最重要是那个 吸引你吃啊 有本事讲 这样吃已经很好吃了 不要再费起司了 我看个人 因为我们今天要给你的 是终极吧 普通那种炒的 看别人就好了 看我一定要看中的 我可以过来吃吗 可以 可以啊 你来了 很多 你看很多 我所订的画品 还没有收到啊 所以你实行我们后台好不好 没有问题啊 OK 我们是放 parmesan cheese 你可以拍照一下啊 当然你觉得这样子炒饭 已经够了 你就不用放了 你可以选择放 我们只是跟大家说 然后我们还有放那个 莫扎勒拉 给大家拍照一下啊 莫扎勒拉 你们可以拍照 这个牌子 OK 参考一下 好 两个啊 OK 莫扎勒拉那 其实就是来 拔湿比较多的 对 如果你平时没有用到 farmacin多 你就不用 不用买farmacin咯 所以我们就是放到盖到完就了 就盖满满 盖到看不到放 我的通常会怎样呢 我通常会在这个中间 塞一个下去 哎呦 这样子你中间就会 拉出来 拍照是不是漂亮 现在 现在的人拍照比我们还要厉害 为什么呢 因为哦 表弟告诉我 叫我说今天有空来吗 我说 赶快赶快来 但是我的东西很简单啊 怎么办 通常一下子 简单化了 一下子就 就收工了哦 哈哈 这样我就多做一点点的动作咯 好不好 你差不多要花半给我吃了 来 好 请问 taste不会很怪啊 不会 taste不会很怪 你有吃过香港餐厅的那种 气息狗饭啊 知识菊饭啊 都很好吃啊 好 所以这个farmacin呢 是给它颜色 就是有点焦黑焦黑的颜色的 如果你只是用mozarella 就没有这么样的颜色 居然敢慢慢爆炸 哈哈哈 来 我们现在呢 就要进这个我们的所谓的 风气炸锅 请问哪里可以买到这个黑锅啊 这个黑锅是呢 你私信后台 你跟那个啊 我们的客服讲 你要黑锅就可以了 OK 所以我们试一下啊 差不多可以 啊 两个可以吗 应该是可以了 打很棒啊 啊 好像放不下了 没关系 我们一个一个来 因为我只需要 5到6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了 大师这样吃不肥才怪啊 哎 看身材就知道了咯 你看我们的身材 反正是鸡蛋也是这样做的啊 也是用这两种鸡蛋吗 OK 都是用这两种鸡蛋 但是呢 最重要的一点是 它没有放这么多给你 啊 自己做是不是可以放多一点点 对吗 米奇你肥了还是瘦了 我瘦了 哈哈哈 来大家 家里没有空气炸锅的 不用想去买烤箱先 因为连空气炸锅都没有烤箱 就不要去想了 啊 OK 你直接用空气炸锅 OK 那我们多少分钟 几十个功能 OK 我们的时间呢 是这样子的 我们主要呢 是给它差不多 五六分钟 八分钟 OK 八分钟啊 等一下我们看成果啊 温度我们给它去到 OK 两百二 OK 那八分钟两百二啊 我们主要是给那个 鸡蛋龙给它有颜色 对不对 OK啊 然后我们按就可以了 OK 我可以拿火枪来碰吗 如果是有的话 火枪碰的话呢 它是龙鸟 颜色比较好看 但是你吃的时候 有那个 GAS的味道 哦 有那个烧烧的 GAS的味道 没有这么香 所以你去到那个 龚石的时候 你试诶 有点奇怪的味道哦 没气味 就是用火枪的 哦明白 用这一个的话呢 首先 就没有那个味道了 因为我们的起司里面烤 起司的味道会出来 再来哦 我们的鸡蛋跟小米辣在里面 再给它呢烤一下哦 它的香味更加会出来 哦爆出来 所以刚才我们炒 没有炒一下子吗 是不是省掉那个时间 哈哈哈 港式也是白色Cream 接下来的这一个呢 就是我有时间喝茶 看着表弟炒鬼掉了 哈哈哈 Chef Tom啊 有Elly问啊 港式也是用白色Cream 请问是用哪一种Cream 呃 白色Cream啊 他们是自己煮的 他们自己煮的 加牛奶自己去煮 然后打那个面粉的 哦 所以它会比较便宜一点点 但是你吃很多的时候 你会很腻 因为它有面粉 哦 所以现在就叫你们做了 很重 难道我们吃不完啊 OK好到表弟了 OK来 请留手啊 现在2,400了啦 来继续留手一份是这样 这个是Cream 硅调 啊 Cream硅调呢 现在这个Cream硅调是 如果你知道这个酱要调的话 那你就可以开档了 哦 开档 那问题是哦 请问微波炉可以吗 可以也没有问题啊 用微波炉 呃我 我那天我去一个 呃 Cream 现在很流行Cream 啊 海兰Cream 海兰Cream 我去吃 吃茶硅调 它只是辣味而已 一点香味都没有 是辣味和一点点咸味而已 辣椒啦 你只是吃的是精湿 我说这样的果条 啊 当然 快得出场是吧 对对啊 所以如果真正的话 这样你的不是大麦咯 我肯定是大麦的啊 啊 那今天我们今天就讲的是说 我重要是那个 炒是另外一个 炒另外是一个功夫 酱料也是一个功夫啊 那酱料你调不好 也是一个问题来的 如果你会炒 表弟教大家如何调那个酱料啊 啊 我这酱料一定要说啊 那 一定一流啊 表弟也会调酱料啊 来注意啊 我这个酱料一般上可以炒2kg 半的 2kg半的那个 2kg半的 锅条 2kg半的锅条 那么我们现在是 蚝油2汤匙啊 来 你们现场啊 有 有计时本 有那个nobot的话啊 你就是记录啊 首先蚝油2汤匙啊 对2汤匙 2汤匙 这个是做2.5kg的锅条 可以炒到2.5kg 我的好吃是 它的那个酱料的味道 酱料啊 2.5啊 OK 来 蚝油2汤匙啊 OK 老抽 4汤匙 黑酱油啊 黑酱油啊 主要是带颜色啦 对 4个汤匙的黑酱油 黑酱油有香味的啊 继续流水啊 4个汤匙 4个汤匙 这个酱青呢 酱油 酱油6汤匙啊 我们是说6汤匙 来酱青 6个汤匙啊 你记得蒸了多少kg 我瘦了 我又不穿得笑了 我应该有瘦3公斤啊 来 6个汤匙的酱青啊 我们是做那种调味酱啊 刚才有满出来的 我就放6 好 给它6个汤匙啊 好 来 这个鱼露 2汤匙 来 鱼露 鱼露啊 来继续流水 给它2汤匙吧 这个要斜哦 2汤匙的鱼露啊 就可以开盘了哦 你看2公斤半的 锅条啊 我 多少个公斤 我就是 你炒锅条 炒了 2公斤半 去炒一个大锅 2公斤半 把这个酱油全部倒下去 味道是刚刚好的 小弟这样我是可以做那种包装的来卖咯 你可以 对 你可以炒锅条 这个均摘埋坤啊 均摘锅掉啊 均摘炒锅掉 对 这个 麻油1汤匙 1汤匙的麻油 我可以拍那个酱青吗 我要拍可以 我给他给你拍完啊 ok来 麻油多少 1汤匙 1汤匙的麻油 ok来 所以我先讲一下啊 我们全部是用海添啊 嗯 2汤匙的蚝油啊 来注意一下2汤匙的蚝油 那么我们的那个老抽啊 就是黑酱油啊 2汤匙的啊 嗯 2汤匙的黑酱油 然后我们有放那个生抽啊 酱青啊 刚才你们提到了 这个是4汤匙的酱青啊 ok 那么我们有那个fish sauce 就是那个鱼露啊 嗯 没有买一定要买啊 这个要买Buddy店有卖啊 或有奶奶有卖啊 2汤匙的鱼露 然后我们的芝麻香油啊 这个要 一定要买啊 这个1汤匙的芝麻香油 对 香到隔壁村啊 ok来拍照一下 2汤匙 2汤匙 然后这个4个汤匙 啊 然后这个6个汤匙 啊 sorry 6个汤匙啊 sorry 改一下 生抽6个汤匙啊 2汤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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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汤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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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汤匙啊 ok来 OK 解放老师又来了 啊对啊 糖啊 糖3汤匙 来 白糖3个汤匙啊 2个 2个 3个汤匙的糖 3个汤匙的白糖 3个汤匙的白糖 那么我们是 这个鸡精粉 嗯 鸡精粉 1汤匙半 1汤匙半的鸡精粉啊 嗯 嗯 你要洗一下吗 表弟 我们的啊 一个汤匙半的啊 一个汤匙半的 那个鸡精粉啊 嗯 这是那个 种酱 种酱 那么这里 表弟全焦没有放鱼露啊 鱼露放下去很好吃啊 就是有还是有了 啊 我是看以前的啊 老熟刚刚不是4汤匙吗 老熟4汤匙对对对对 老熟4汤匙 啊 酱油6汤匙 对 OK 这个糖你就要给它溶解啊 一直啊 给它溶解 那么这个酱油 酱料呢 你调料哦 总之这个可以煮 2.5公斤的 果条 直接煮2.5公斤 就是你果条就倒下去啊 这个酱倒下去 刚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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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要煮1公斤呢 1公斤你就 就剪啊 剪一半 啊 所以以前呢 我做那个 在KLCC做工的时候 我们做餐馆的时候 就像表弟这种去调 因为一调的时候 我们在满的时候啊 就是一个果条 2汤匙的酱 然后就直接炒 所以你炒100盘 是不是啊 味道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味道 所以这个一定要调 如果你今天调费了之后啊 不小心你就开半口了 真的真的 真的 表弟 我开餐厅 我开餐厅 我也是这样来调的 所以你今天哦 如果有用这个食谱来开到餐厅 或者开到蛋口 对对对 记得在你的招牌底下 打表弟两个字 表弟食谱 表弟我爱你 这个这个是真的 不是我 好像你们做那个辣味饭 那天我现场做辣味饭 每个人都吃到辣味饭 都很好吃 对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就是 就是那个酱料 所以糖要给它溶解啊 OK 来我们把那个糖啊 搅到它没有 没有那个糖的存在啊 对对对对对 当然如果你开餐厅的话 你就去煮一煮咯 OK 你们啊 如果怀疑表弟的功夫的话 过来吃 就知道 哈哈哈 来过来吃 我今天很多料 很多果条 很多饭 姐毛老师口才好啊 哎呀 他是 他去 讲出来的 我主要是要来吃而已 哈哈哈 你要吃到有很多人啊 你看2000多个人啊 只有看表弟煮 没有吃过表弟煮的 对不对 我吃给你看 哈哈哈 是不是很开心 你这样煮啊 为什么这样煮啊 没有我放在这里 搅在啊 OK 这样我们就炒果条啊 OK 我们看看果条什么料啊 第一 腊肠 OK 所以我们再再 腊肠多少这里 腊肠 四条辣 四条辣 四条辣肠啊 四条辣肠啊 对 然后虾多少 虾啊 虾没有啊 看你炒的一点一点炒 看了多少都可以啊 西肠 西肠你可以去 这个虾你看很美哦 尼姑肚的虾很美 OK我们有西肠啦 西肠 西肠你不是黑鱼 他是 OK这个是尼姑肚买的 哦 尼姑肚的虾 继续留守 老转的虾 那么我要鸡好渣 你不要鸡好渣也可以 诶 一定要鸡好渣 鸡好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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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种芽菜是大豆芽菜 大豆芽菜我刚才有炒 有炒一下 哇 大豆芽菜 你喜欢吃芽菜啊 可以买大豆芽菜来炒 诶 也是不错的哦 OK 那么 这里有个崔英体验啊 他讲啊 表弟调味不是开玩笑哦 我学表弟调味 我弟弟说可以开档啊 开了连锁店 哈哈哈哈 来米奇组织好 看啊 因为米奇热爱美食 哇 再一次啊 炒不掉 跟着鞋就是了啦 这个要鞋 一定要鞋 我我我 我们现在热这个锅啊 有棒 哪里放油啊 有这个锅子呢 我刚才有爆香油的 这个油渣是灵魂啊 一定要棒啊 我们先把这个锅先 你一定要热锅啊 不然的话你锅料会提摘啊 鸡毛师傅啊 开心锅可爱啊 哈哈哈 来我们炒锅条啊 他说果条不可以洗啊 果条买回来 对 刚才表弟问我 果条可以洗吗 他说有人问他 我要怎样回答果条 要不要洗的 果条你要买的软软的 你一买的话 有油似的 有油的果条呢 就是新鲜的 如果买回来 买回的果条 你按下去啊 硬硬啊 那把果条硬硬了嘛 果实了 就可能超过五天 到一个里面 对有有有有 但是表弟我要问啊 因为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 要买那种 比较幼的 还是要比较粗的 比较厚宽的 比较宽的 其实这个ok啦 看个人啊 我是比较喜欢 扩一点点 扩了才叫果条 这种叫和粉 是吧 果条也就是和粉 不是和粉是幼的 果条是扩的 哦是这样的吗 我那一边是这样子 哦哦 对对对表弟说的没有错啊 调味要很重要啊 调味要很重要啊 调味要很棒啊 表弟阿桑这样一流啊 表弟阿桑 你们跟着调就是了 还有他的那个 甘香甘香 甘香啊 怪味啊都很好啊 ok这样好了 现在我们就开始做了啊 锅一定要热啊 热锅你放多一点油下去 烧烘了锅 油放 油放一点下去 给它油有油温啊 油热了啊 有油温啊 再把油倒回去 把油倒回跳 那么你的锅就是 就是 不推锅了 热到刚刚好 啊 这样我们要怎样烤呢 一般上我们要炒呢 有几种炒 你看到 那样子大火啊 我们在 果条啊 你就不要太多油啊 不要太多油 你可以先炒 果条本身都有很多油了 我们可以这样炒的 但是因为有虾的关系 我们必须要把虾炒熟啊 我们先把虾给处理一下 因为虾不要 一叶的那个炒熟都是三只夹 三只夹 所以我炒一叶咯 先炒一叶 来 来 完全没有放啊 只是油啊 我就放几片的那个 你看我就是 真的表弟调味料不是搞笑 一级棒啊 然后我放几片那个辣肠啊 对 对 我们完全放一点 它真的是开那个 炒熟熟啊 蒜米 蒜米放下 再放一点点油下去 猪油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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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果条如果一盘一盘 酱油要怎么放 我们现在一盘一盘做 OK 等一下我告诉你 这个很好的 这个也是一盘盘炒啊 OK 再放一点了 放掉焦了 我们就 OK 这样就炒了 哇 这样这样 放你是不是 来两千区了啊 给三千人好不好 现在上三千啊 所以这个果条这里 开大火就炒啊 一样起来 我们家平做的那个火不是怎么大了啦 我老公做啊 他们拿来卖啊 又好吃啊 这个厉害啊 这个厉害啊 会做成维啊 OK 这个酱很奇怪的哦 我这个酱是真的是 太奇怪了啦 太好吃了 还是太奇怪了 对 奇怪的好吃是吧 好吃到奇怪 好吃到好吃啊 先前一下呢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 先前一下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推上去了 为什么要推上去呢 为什么要推上去呢 我们就放少少 你呢 你呢 谢谢五十个欣赏啊 谢谢你呢 我们再放一点少少少的油 知道吗 油油 炒起来油 我们放下炒粉 来快小火 打鸡蛋 鸡蛋 一粒蛋就好了 一粒蛋就好了 因为成本不贵啊 一粒蛋就好了 鸡蛋了 鸡蛋有一点点 还有花生的时候 还有花生可以熬下来 好像那个面要称在那边 你看花生要有点 鸡蛋的香味吗 黏着鸡蛋的香味 黏着鸡蛋的香味 这醬汁是非常好 特别是 雞蛋的鸡蛋的鸡蛋 哇 所以切锅了 现在怎么 现在怎么 现在我们就放酱料咯 要多少 你不要忘记 你刚刚好黑就可以了 刚刚好黑就可以了 对 OK 他说不会整过头了 我们先把韭菜放上去 韭菜也放进去了 我们先把芭菜放进去 芭菜也放进去 芭菜也放进去 生命都好啊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你要吃辣椒呢 你就放辣椒 不要吃辣椒 就不要放辣椒 你先放虾米辣 米辣 一点下去 一点下去 七七五八 来我们放少少的虾米辣 来两千八二百人啊 三千人好不好 好 颜色啊 总之我的这个颜色 跟这个颜色啊 看这样的黑点就够了 啊 可以整过头了 啊 Kristina梦 三百个鸡蛋 谢谢 爽啊 OK 现在我们就放虾 虾米辣 我们可以放虾米辣 虾米辣 虾米辣多一点 你可以放多一点 来 这边我的 哇嘛 这样YES咯 一定是YES咯 表弟我们可以放那个鸭蛋吗 还有一百人是三千人啊 给你 给他吃了三千 我们这个啊 OK 西汗呢 因为这个西汗是 写贵啦 写肠里稍微炒一下啦 啊 如果是三成八了 你就不要了 因为新鲜了 你看表弟极有用心 你知道吗 吃鸭条一定要有什么 一定要有 香蕉叶 啊 哇 他会有香蕉叶 啊 你看 哇 这个卖28块了 卖18块 可以放一点猪油渣在上面 对猪油渣哦 开车 谢谢来 谢谢大家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表弟在五点半才开播 他不是下午 下午的话排队了 全部都来买不掉 我告诉你 这个是 哇 两颗西汗就 这个西汗再放在上面去 哇 你看 是 有饿嘛 如果你西汗是薪钱罢了 就更好 更好 所以这个是 很多人买不到西西汗 就用这个 OK 我们现在还没有好 我们再炒多一点好不好 来我们看一下老师 卷毛老师的气息果肝 哇 给他看这个 要挖吗 来来 来我们挖一下 这是刚才卷毛老师 等一下我们再炒多一点吧 等一下我们再炒多一点 等一下我们再炒多一点 等一下我挖这一个 OK 因为我们现在哦 这边现场有我们三个 只有一叠怎么分呢 对不对 你看你的果条多而少了 外面这样的果条先告诉你 这个果条 哎表弟我这样子问一下 大家 你们觉得这叠果条表弟炒的 卖多少钱 给一个价钱他好不好 可以这样炒果条辣椒怎么做吗 辣椒是用小米辣了 小米辣了 他是买变的 我们有卖啊 现在我们在炒第二变 很像超级饭店的炒果条啊 炒果条啊 炒果条很好吃啊 你们要学啊 我炒 我16岁开始 我们是用这个小米辣啊 啊 小米辣了 我跟大家讲过了 我是相当会炒炒粉的 炒面 炒面的 我是16岁开始做这个行业 啊 所以我是 是呃 相当厉害了 相当不错了啦 我不敢敢讲了 扔第二没有能敢扔第一了 是吗 我会懂 懂得炒很多很多不同的 哎 Micky加油了 大声一点了 哎 你们给的啊 200%就3000了啦 来我们再炒多一次 还有我们是建议你卖12块啊 12块要颠倒了 如果你在这里了 赶快来过来试一下 在这里咧 啊 便会试啊 来驾车经过塞车啊 嗯 对我们现在放点油啊 因为刚才的锅是热了了 所以它不会 它已经是不炸锅了 哇 我们要30块啊 应该没有得来吃啊 我们放三条 这个虾啊 OK来我们放三只虾 对 为什么果条炒的时候会容易碎啊 什么原因 果条会容易碎 是因为果条不新鲜 果条不新鲜啊 果条不新鲜啊 你看啊 果条啊 软软的果条怎样炒都不会啊 所以你去炒它啊 嗯 有些人建议你卖9块啊 9块应该很难啦 9块只能出表弟起脚车车 就出去摆档口而已 哈哈哈哈 OK那放几天的香肠啊 今天用虾要熟啊 要爆它熟啊 不然不熟就麻烦了啊 来放一些的那个果条啊 我们看上去 卖10块12块 几乎都讲12块啊 诶 如果是那个 可以被卖下来就不同了哦 18 20块这样啊 22块啊 哎呦 这样给一点啊 9块钱的用3,8而已 22块的用虾米啦 你刚才啊 你要放点蒜米下去爆香 OK来蒜米爆香来 放一包到爆香 刚才没有放蒜米嘛 现在那个后期才放也是可以啦 来我们放点猪油啊 6块半啊 今天你们过来免费给你啊 今天过来免费啊 有价比较费大概时间啊 来直接送你吃啊 过来 小米 这个蒜米爆爆香啊 你在外面呢 10块钱也未必吃到啊 我告诉你啊 未必吃到这么香啊 我们酱油很重要啊 这个酱油啊 这个酱油啊 已经做那一个 专业的炒果条啊 对 我们现在的话放鸡蛋 表弟很焦啊 你讲到炒面啊 它整个那样子啊 有那种很拽的样子出来的 对 然后我刚刚点煮油啊 因为它很会炒面 打个力当下去就可以了 对 对 这个炒炒了 还有一点点啊 还有一点点啊 不要给它太熟了 OK 面子盖子蛋 盖子蛋 那么 锅条有包着 锅条就行吗 好 我本来要去的 全要下雨啊 来 汽车有车顶啊 哈哈哈哈 好 我们这边下雨呢 我们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放你的 放的酱油了 好 一般放两汤匙啊 我们调的酱啊 两汤匙 好 两汤匙就好了 看你洗的生菜 你就知道有多厉害 哈哈哈哈 都能说要讲你了 来 怎么烧到我这里去呢 你会这样吗 手会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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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放这个 没有看到调味料可以讲一次吗 你要看重播了 来 你可以放这个 大豆的 大豆的豆芽 大豆芽 大豆芽 果条不可以 不要放水啊 不可以洗的 是不可以洗的 果条放冰姜 炒的时候会碎吗 火条不要放冰姜的啊 没有放冰姜的 放室温 放室温 对 本师讲放冰姜 只要炒的话会碎 一放冰姜它已经干了 干了就要炒 因为果条有油 它放冰姜它会凝固 对对会切住啊 对对对 讲到炒面啊 表弟的脸啊 不一样啊 别夸 OK 这个 这个叫辣椒呢 你看看你的辣椒 想辣 你要多辣 放一点下去 放一茶匙 一汤匙辣 一茶匙辣 你看你哦 你要多辣啦 等下 等下我们要试味一下哦 给老师 给它试味啊 试味而已啊 不是给一点 试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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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猪油炸也放进去 这是炒果条 来 Miki Toto 怎么了 Toto 中吃了啦 如果 Toto 中的话 我就不会抓手机了 我一定走人 跟表弟 我觉得 那种大豆芽的话 这样子的比较漂亮 大豆芽就看到比较明显 如果是那种普通豆芽就没有那么明显 所以我们现在是试吃黄蟹 我的锅也是关键之一 对啊 只要你用上表弟的产品 你放心啊 一定有OK啊 我这个也要拿出来 这个是给 哎呦 姐猫 等一下我一个天档给你 姐猫老师 这个没有这么少的 哇 很香 哇 流口水 哇 我还有份汁 我吃一口之后 我肚子饿去耶 那个酱油香很香耶 但是它不会死血那种 它是均匀的 对 它不会 哦 哇 好吃哦 你外面吃只是辣味而已 没有看到那个 酱油香的 你那个酱油可以用在米粉吗 可以 可以 你炒米粉或者是炒果条 或者炒面基本上都OK了 诶 很香 这个我聊天是 谢谢你 啊 哇这个 这个我聊天是 啊 我吃了一口之后肚子饿 蛮骄傲一下 我煮到这样 OK 现在我们看看解开老师的 来我们的七十 七十国饭 来来 没有用到夹的位置,可以收多久 诶,因为没有缠到水啊 你去旁边缠到水啊? 我们常常会这样没有缠到水啦 我们常常会这样可以放在外面 室温也是可以满久的 当然你可以装在瓶里面,放在冰箱都可以 因为我们酱料没有缠到水,很耐 是,因为好像我们厨房我们在做的 都是这样子一刀放在那边 然后就是来炒火跳 所以什么人炒呢,味道都一样 只是虾熟不熟而已 所以这边现在来,大家来火山爆发一下 Gardenia New Mi Mi 诶!拍照拍照! 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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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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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水 所以为了要拍照,你一定要中间晒 晒一个 晒多一点啊 等一下等一下去拍照 你看你多么恶心 只有恶感满满 OGMIG 美味光好好吃啊 只是看下就很好吃了 是不是 我闻到那个不带的香气 表弟拍正面嘛 表弟拍正面比较好看点 正面高一点 从高拍低 很香 不带味很香 大家 非常香 我还是很喜欢吃芝士 到表弟来了 他的肚子好 你们自己煮 没有办法 我们自己来啊 自己来啊 我先 真的我先 比较继续煮 嗯 可以再说一次调味料吗 OK 我们现在是蚝油两汤匙 然后我们的那个 黑酱油四个汤匙 酱青六个汤匙 麻油一个汤匙 然后我们有那个 还有什么麻油还有什么 鱼露 鱼露 一个汤匙 好像三汤匙 白汤三个汤匙 鸡精粉一汤匙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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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给了 OK 那么你如果真的复料 我们前面有再仔细讲过了 OK 就是刚才是什么 呃多少 酱料有卖吗 是我们有卖酱料了 你可以私信我们拿 好像你要一套 你要一套 那个炒回调的酱料 你直接跟我们讲 我们直接 找一个配套给你 可以吗 表弟跟你证重 我要刚才那个炒回调的酱料 一set 可以吗 啊你跟我们讲 我们安排给你 安排帐 我们应该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表弟现在他用的是海添排的去调 所以我们吃起来呢 味道是香 它不会死咸 如果你用到别的酱油的话 可能你就要试一下 那个味道咸不咸 如果你不是用我们海添的话 你要注意你的调味酱 是是是 刚才我们用了小米辣 小米辣 所以我们这个是配套 我们会有一个葱油酥 对 一罐了 葱油酥一罐了 这个是我的姑姑做的 然后香米辣是我的孙孙做的 所以一罐一罐是 对 这一个配套是 一个葱油酥一罐 四罐 四罐香米辣 OK 四罐 你就是这一套配套 OK 我们这里 现场我们售卖是99块 西马缅油 东马运费30块 新加坡40块 OK 打放西一加一 西一加一 在我这里 在我这里香米辣是卖19块的 来 所以你们这次买的 这是我们配套卖的 我们是19块 你们可以打放西一加一 我们每个月 19块 我们这个最独公的 我们有商品 对 这个28块 啊我们是卖28块 28 1928 所以多多加了一个 对 我们是104块 你这个四罐都80块了 对 然后你家加上108 对 104 请问一下多少钱 你是讲整个那个 海田的酱料是吗 你实际后台 啊 我们扎给你 我会给你讲价钱好不好 OK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一个 这样的就是说 104块 但是现在不需要 99块 99块 你来我店买买 一罐一罐买啊 104块啊 对 所以我们这一套啊 有兴趣的粉丝们 你可以拿到西一加一啊 西一加一 所以一罐葱油酥 四罐虾米辣 99块 OK 所以西马免油啊 东马韵味30块 新加坡40块啊 这小米辣真的 你们真的是要 你知道我 你买回来啊 送给酒铃幼舍啊 你一罐孤街啊 你送你的你的顾客 我是能来送给宝克了 我送给我 我宝克吃到 身边的朋友 很开心的 好朋友 对 都说 这个小米辣很特别 所以小米辣是 它用很少的油去煮 原来它是煮五个小时啊 是 我过去四两个半小时 四两个五个小时 你看 没有太多油的 因为平常外面买的小米辣 它是油油的 油泡过它的 然后有很多人就觉得 这个买回去就是配饭吃而已 其实不是哦 感受到情况还没有开封 要放写柜吗 我们没有放写柜 没有开封 不用放写柜的 不用放写柜的 哇 翻到满满 完全是满出来 没有油脂的 没有油的 没有油的 我们是这样干炒 用很少的油去炒 炒到它干生干燃 它是每一个 而且每一个小米 是很新鲜的小米 而且是好的小米 不是那种小米碎 是不是好的 你这吃下去就知道 你看一个有买过的粉丝 都是肥头哥的 你看我们这么有油 如果放油下去了 我可以做两罐 就是满满的油 如果放油下去 我可以做两罐 可以做两罐 对 因为油下去的话 一般就油了 对 你看我们这个 这个几多 我看到这个 我就想拿一个白蜜刀 拌一下吃 这小米辣 我告诉你 你买了一定会在找我们 啊 我们小米辣 你看我们没有人 没有人说爱小米辣不好吃 没有 零控告 真实是零控告 所以这个小米辣 是值得大家进 你可以送给你的 你买了 如果你买四罐加一罐 你不用担心的 半年 半年 加工加婆 这个小米辣 因为炒五个小时 我们没有黄虎剂 炒五个小时 水分都干到完 水分干到完 你知道吗 他一天只做最多吗 一天只是做一百罐而已 多也不能 所以这个是什么 纯粹是家庭式 慢慢慢慢炒 手工 手工 这是手工炒了 而且年尾的话 因为雨季 那个辣椒要起价 但是这边没有 哪有粉丝回馈 真的好吃 不是粉丝 不是粉丝 我们这里 四罐 虾米辣 和一罐的葱油酥 我们这里的配套 是一罐的葱油酥 然后 这是我姑姑做的 我神神做的虾米辣 你支持一下 谢谢 所以我们有四罐 虾米辣 99块 这边我要跟谁讲 你知道吗 我打算11加1 要两套就11加2 新加坡有卖吗 有 你去新加坡的话 我们要给油费40块 你可以买两套就比较便宜 两套就比较便宜 OK 你就打算11加2 如果有两套的话 我通常会跟谁讲 就是你平常家里 喜欢吃辣的 然后炒东西的时候 都炒了不好吃的那种 又来做面不好吃 越小米辣就可以了 这是万能的粉 白炭 我们不要讲万能的粉 白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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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拿一个面包 你现在懒盖 拿一个面包 撒一下 最快的 最快的 这个密集讲的 来新加坡两套运费多少钱 两套运费多少钱 60 60 60块运费 60块 可以放很久吗 下面 它有一个保持持续 其实我们是6个月 建议 6个月 我在澳洲也买真的好吃 哇 有运到去澳洲 运到去澳洲 这个小米辣 如果你开罐过后 开罐过后 你拿 汤匙干的 干生的汤匙 你放在外面三个月没问题 我收到小米辣 超好吃 哎哟 小米辣 买了 几次可以收到 几天内可以收到 一个星期里面 七天工作天 七天工作天 我们 这个小米辣 但是真的是 这是家庭 对吗 六个月要你吃完 六个月 六个月吃完 吃不完你就分给你 我们这里都有 全部都 这个有去验证的 我们有验证的 你有没有看过家庭是做验证的 不是 我们这有啊 你去你要讲什么你知道吗 为什么讲六个月 我跟你说 因为你买四块回去 基本上一个月你都吃完了 那礼拜就吃了 一块 吃就吃完了 我们的小米辣 可以放冰箱吗 在新加坡有卖的 在新加坡有的 可以放冰箱吗 可以 我们是没有放冰箱的 如果你本身 如果是说 你放冰箱都可以的 没问题 你放冰箱可以超过六个月 收更久 更久 注意不要用 不要用四式的汤匙去挖 你知道吗 它会发霉啊 因为试了水分嘛 它会发霉啊 它会发霉啊 来过去六个月开了 还可以吃吗 其实是可以的 没问题 但是best before 比较好 最佳时间加六个月 这样如果你炸的话 没有东西没有酸味 都ok了 酱油set 讲酸的酱油set 你私信我们 你妹妹你私信我们 你讲要今天的酱油set 它会炸给你啊 这个是一个 要我的拿 西一加一哦 ok 来我们这一个啊 四罐的虾米辣 一个虾米辣 你会将会得到 这个配套啊 一百零四块 原价啊 原价一百零四块 扣五块给你 扣五块 而且免油 我主要是要帮 帮助我的 因为他们的虾米辣 太多人喜欢了 太多人喜欢 很多人买不到 而且没有正式市场卖啊 对 我说这次 我是长期跟他们 推 推管 ok多钱 所以这一套啊 九十九块 打上西一加一 要两套就西一加二啊 西一嘛 因为免油啊 东嘛因为三十四 新加坡四十块啊 那么有粉丝问 不好意思我按到 加二啊 我只要加一 你给钱的时候 加一 可以改 不是 刚才讲说三天安排了 你一定要加二 加一不够吃 我告诉你买了 你会很开心的 因为这个 新加坡在什么地方有卖 有粉丝讲 在四马路有卖啊 有吗 不到我 新加坡有代理 新加坡有代理啊 加米辣要放新冰箱吗 如果你长期不用的话 你放冰箱 其实新加坡 新加坡一罐差不多卖 省十一块新币啊 我要带回新加坡 新加坡哪里有人卖 很多人问呢 ok 新加坡一罐差不多卖 十一块新币 新币十一块啊 差不多一 因为代理嘛 代理啊 我们这里便宜一点啊 我们这里便宜一点啊 对对对我们这里便宜一点 只是啊 当然如果你们有去来新山的话 去啊 off day 我小女儿的店 ok 卖 我大姐的店 我可以跟他们这样讲吗 其实如果你在新加坡买啊 他们卖新年十一块啊 你四罐就得给四个新年了 他们四罐的人 他会便宜一点点 但是也 也跟我们买的 你自己 你自己分析一下价钱到底 是不是我这里便宜 还是你那边便宜啊 好不好 请问有多少罐 我们会给你四罐的虾米辣 和一个葱油酥 葱油酥 一罐啊 葱油酥不是一般的葱油酥啊 泰国葱油酥啊 OK 来做我们这一套是 四罐虾米辣 一罐的葱油酥 99块啊 喜马免油 东马的是运费30块 新加坡40块啊 打算西亿加上你要的数量啊 你看这葱油酥 小弟新加坡有卖吗 表弟新加坡是有卖 但是他的价钱是跟我们不一样啊 不一样啊 你自己平衡一下看哪个便宜 价钱也不 不是讲四马路有卖啊 所以很多人 一罐好像好像 好像一罐卖11块 啊 一罐卖新币11块 啊 你自己平衡 我们这里18块一罐啊 18块一罐 我们不能以马币来降算 如果你降算就是33块 我们是卖19块的 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下单的话是18块 啊 做优费了 所以因为我们 新商在哪里 新商 Chilicious 你打off day off day off day或Chilicious都有卖啊 来你给 在四头上吗 我不会啊 我不知道新加坡烂油卖啊 给大家看 这一个是干的 OK 平常的话他们是很多油的 这一个葱 来我只是倒出来给大家看 他也是干的 你知道吗 可以到几天到7天工作天会到啊 漂亮 上次表弟讲调味料啊 可以讲下有便宜吗 上次的调味料有哪一个调味料 很久了 你可以私讯了私讯了 你私信我们 好 OK这个是要的打上西一加一啊 这个真的是值得你们买的 虾米辣 厚米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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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 两种都好吃啊 我敢讲啊 炒饭也好吃 炒饭也好吃 我敢讲这个虾米辣啊 你一吃下去啊 你就不想要买的 老弟我们还没有做大 如果给做大话开厂啊 他不能开一天才炒 八十到一百罐 你要开工厂了啦 这种 上市 哈哈哈 但是真的是跟你讲啊 真的是他的东西 我们用的冲头纸也是好的冲头纸 我们不是 对 不是cheap for啊 买cheap for啊 你试下去的时候啊 它有一个甜甜的味道 冰尘哪里有卖 冰尘没有卖啊 冰尘没有代理 你要在我们平台买的 你一定要在我们平台买 来 你没有试过的话 你打上一套 你买一套回去就知道了 这个虾米辣 你茶面包 来烤一下 很好吃 啊 所以你可以打上西一加一啊 九十九块 你会得到四罐的那个虾米辣 一罐的虫油酥啊 我给大家知道啊 这个虫油酥啊 这个是啊 泰国的 泰国的 这个是印度的 印度的 所以 泰国的 我们用泰国的 我用泰国的 虫油酥 对 那么如果是印度的很便宜 我们吃了两年 很好吃 我也谢谢支持啊 印度虫 这个泰国虫啊 泰国的一公斤 可以买印度的三公斤 来新加坡哪一间店 我们不知道啊 我知道 我们是代表马来西亚的 新加坡有代理之争啊 对对对 来请谢四马路 来可以买 四马路很大 我不知道啊 是本身讲出来的 虫油酥怎么吃 通常是来做香油的 香油 炒 OK 炒饭给放一点 这个啊 这一点啊 你倒一点进去 哇 那个生滑有猪油 这样生滑了 这样子就放出来 生滑了 OK 它没有 台湾放外面给放多久 我们是best 六个月 但是如果你说 最佳时间是六个月 你换了三四个月啊 你说哎 还没吃完你可以放冰箱 来off day有卖七炸 如何锅吗 没有哦 我们只是卖基本的 就是啊 食谱酥还有那个 加米辣 对加米辣 四股酥 七炸锅的话你要跟我 跟我订 如果西马 如果你说哎 要去那边 你说哎 你要自己去off day 你要省油会 新加坡粉丝 要省油会 你跟我讲 对 我们先送去off day先 你才去off day 你才去off day 然后没collect 好 这个是今天我们要的 要的是要打上A1加 C1加1啊 OK来打上C1加1 买糟盖啊 我的省省还有姑姑做的啊 绝对是好味啊 绝对推薦好味啊 来99块西马免油 西马免油啊 东马运费30块 新加坡40块啊 新加坡你觉得你自己恐辈啊 新加坡一罐香米辣 是11块新元啊 所以你自己来衡量啊 我们有4罐 你自己衡量一下 来米奇叫表弟进澳洲啊 小米辣 表弟 你这个做大话 全世界都卖你东西 你发达 没有我不是 哈哈哈 真的发达 可是很多东西要做 刚才在讲我 很多东西就focus一样就好啊 focus一样卖一样就好 你这样打天下是吗 因为用你名气冲出去 诶 刚才有一个朋友可能 已经重去新加坡了 已经重去新加坡了 重去啊 还要再去去远一点点 我们先去东南讲先 这个小米辣是 是真的是 这个可以有去到新加坡 新加坡可以认证了 你 要去到新加坡了 新加坡认证了 这个是 就是 当然你直接私信你要把握 你把握你跟他们讲 ok 你跟那个customer service讲 你要把握了 这样他会跟你讲多少钱 可以在这里订吗 新加坡可以 新加坡你如果不介意 给油费40块的话 你自己算一下会不会便宜 你买两套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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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er了 肯定便宜 啊 买两套你肯定便宜 啊 买一套我还不敢抢 因为那个 但买两套肯定是便宜了 肯定是油费了 ok 所以还有什么补充啊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 有魂师叫你美国也卖啊 哈哈哈 只好买机票去美国了 哈哈哈 ok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 规焦规焦 这个不是这个 刚才我做那个 gokf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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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有圆的 你可以来做gokfana 这个是99块 我们要卖119 现在是便宜20块 表弟 全部都在打11讲1 打11啊 我们讲这个 ok我们现在只是卖这个 其他都不是 是马币 我们是以马币的计算 你们自己乘一下 啊 你们自己乘除一下 你觉得马来西亚买比较便宜 放心 我们一直 这个卖到几十表弟 长期 我们长期卖的 我是要帮他们推的 我硬硬 新加坡粉丝 你自己看一下 屏幕给你 我是看到啊 我的妹妹 我的弟弟的 弟弟 弟弟啊 他的孩子 读大学都要用钱 啊 而且他们真的是 这种冲楼 两个孩子都上大学了 真的啊 一个 切了 而且我们的真的 以前他用什么 他不懂哦 用刀标油去炸啊 哎呦 这样贵啊 我刚讲你 刀标油炸 应该用劳工油啊 对 因为刀标油炸那一个 东西不达理想的 要劳工油 而且贵 刀标油贵很多 对对对 后来现在他买换劳工油 真正的我是说 我们是讲会辣吗 不会 不会说很辣 你只是这样子吃 可能有微辣啦 因为它是虾米辣嘛 但是如果你是配东西 不来炒菜 它是摆它啊 你这样 你自己买了干燥面 你家里煮麵 老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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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很好吃了 所以我可以这样子讲 家里什么人需要呢 那首先 你煮饭煮得很厉害了 100分 你要加下去 就变成200分 哈哈哈哈 第二 你在家煮东西 是不会煮的 加下去 给它变好吃 来几罐冲油输一罐多少钱 28 28块啊 只是40块 但是如果你 这个就是 如果 这一套才会免油啊 你从事修 这一套便宜5块啊 便宜5块 然后免油 免油 西马 便宜5块 这样子便宜5块 你来断买是 是十几块 OK 谢谢大家粉丝 我们四罐的虾米辣 一罐的冲油输 99块啊 OK 西马免油 东马 三十块运费 新加坡 四十块 西亿加上你的数量啊 OK 虾米辣 是我孙孙做的啊 那么 松油树是我姑姑做的啊 两个孩子都上大学啊 你要跟表弟有关系 你吃他的虾米辣 就有关系了 我告诉你啊 你马上回去 你吃的不好 退货 表弟圆银 表弟圆银 表弟做Galanty Galanty 退货 你吃了一罐你觉得不喜欢 退货 啊 退货 满满满满满的吃啊 Christine 哇给100个欣赏啊 谢谢你啊 谢谢谢谢 我要下单请帮忙 来黄秀精 你私信后台 教师父帮帮你啊 这个是赐得你们 而且你吃的好啊 要介绍 介绍走林优质啊 你看全部是 Heavy来的 不是那个 葱头来的 OK 很多虾米来的 你如果在外面买那种虾米辣椒呢 基本上都是辣椒 然后虾米有两只啦 OK 这一边呢 我我看不到辣椒 只是看了一只很多都是虾米 虾米 他这个 来如果你们打上西医家 又没有收到信息的话 请私信我们了 自行私信啊 好不好 来谢谢大家 这个是值得大家尝试的 如果你没有买过的话 买的时候 你一定上当了 你忘不了 一定上当的 上车 你知道我 你是上当是什么意思 是不好吃啊 上车啦 上当就是长期要吃 上饮啦 上饮啦 你一定长期吃了 这个小米辣到现在 ZERO COMPLAIN 我们卖了两年多 两年多 只有 COMPLAIN是不够吃 你看它是BB的 它没有油啊 油脂很少 没有油的 它没有油的 炒五个小时 我后来才知道 我以为它炒两个半小时 一般上炒两个半小时 因为它没有油 它快很少了 油去慢慢去炒 这个很耐心啊 去慢慢炒 只是手工方面 就已经是职位标准了 没有它是用机器 我们是四罐的 虾米辣 一罐煮油酥 我们卖九十九块 你早上西医加益 西马免油 东马运费三十块 新加坡四十块 来 葱油酥放久了 变软了 不脆的 烤一烤 拿来烤一下 烤一下就脆了 有什么不做 很多人在等吃了表弟 你的面还煮不来 等一下开会就迟到 可以Cash on delivery吗 不能啊 因为送货源不是我们自己人 不是我们自己人啊 所以我们不能做啊 这个是真的是 没有什么油下去炒的 没有用什么油下去炒的 用机器 这样你人一定要看 人一定要看 炒五个小时 如果你这样炒五个小时 要命了 但是机器炒五个小时 但是一定要炒 还有粉丝讲到 新加坡龙马海味149 Rochard Road 11213 你们可以去对比啦 我们是 总之你在新加坡买也是支持他们 So long do not 对跟我买也是支持 我是为了支持他们 我便宜五块钱 是我这里调出去的 还有包括 我是要帮他们 吹推 推管 推管的 我是要真正的是帮助他们 因为孩子大些要用到很多钱 对对对 好 来 那最后呢 最后才说 要的时候可以打C1加1 来最后再看一下啊 就上我们的观播 你们看重播的朋友的你 你可以下单啊 打上C1加1啊 我们四罐的虾米辣 一罐的葱油酥啊 OK 售卖99块 西马免油啊 东马三十块 新加坡四十块啊 葱油酥还没有开 就变软了 没有你 你肯定 你肯定封进去 你一罐不紧的帽 你拿去那个 空气炸锅 烤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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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烘一下 一个一分钟左右就好 OK JHRLM啊 你要打C1加1啊 来 要下单的是 打上C1加1啊 至少一罐啊 一set啊 所以你要两set 就C1加2啊 刚才要玩表弟的那个调味料 那个酱油的话 你失信后代啊 失信后代好不好 好 OK 来 我叫人家接一下我啦 这很重要 来 来 Chef Dong OK 如果你们有什么东西想要介绍我吃的 OK 它的名字简直很可爱 Chef Dong 还有Dong Dong OK 就这样子 就OK啦 OK 谢谢大家 OK 最后感谢Chef 非常感谢 Chef 来跟我们一起玩 一起做分享 当然 我今天也写到一些腔文 去写古板 这样做得更好 好 最后感谢今天下单的朋友 Karo Lu 要写C1加1啊 来 一定要写对哦 要不然的话 你拿不到这个好吃的小米 一定要买回家 OK 谢谢大家 好啦 拜拜